不知道 堂物桌窗 大家知道嗎 誒 說到這個堂物桌窗 算是一個近幾年才興起這個行業 對 但是就是它到底 有些人抱持這種半信半疑 到底是不是真的 對 因為我自己是生信不疑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是完全不太相信的 然後後來有一次就是 帶了我們家的狗狗去看 他講出了一下所有的配置 我都很怕他跟他說 媽媽那個狗狗 帶別的阿姨回來 我怕他這樣講 沒有 他是沒有 因為我也沒說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什麼意思 就是他那個 他那個準的程度 讓我就是真的嚇得到 所以我現在就變得很相信 那但是呢 到底這個寵物溝通事件怎麼樣 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囉 首先這邊是我們的主人 還有帶他們家寵物 歡迎四位 歡迎 我們三位的寵物溝通老師 歡迎各位 歡迎 好 那我們一點點來好不好 郭憲哥也先介紹你們家的寵物 這我們家Q寶 然後這個是 在差不多五年前的時候 從中途之家 認養回來的 因為當時他其實是 因為他們本來是那種 像是那種繁殖場 繁殖場好像他們就是要收掉 來幹嘛 就是丟一批狗出來 然後當時就是 其實那時候是 應該是那誰 他媽媽 小豬他媽媽 然後他們家養不下 他們就說 問我說要不要幫忙認養一隻 然後我說好 那我去看 然後後來我就去那邊看 因為當時 選剩下大概差不多四五隻吧 然後我一眼我就看中他 因為他很奇怪 因為他是紅貴賓 可是他頭是白色的 他是紅貴賓啊 對 他是紅貴賓 那個歌看不太出來 但是我還沒看不出來 他是紅貴賓 所以那時候我就看到 他的頭很特別 怎麼會這麼白 但是現在更白了 因為現在年紀大 五六年之後 年紀大了 他這個也是推得更厲害 之前是沒有那麼白 稍微有帶一點點紅 然後我就覺得 他很特別 不過這邊也提醒大家就是說 因為像我身邊 現在還是有些朋友 他們說他們就要去買寵物 要幹嘛 我覺得其實真的 真的不要去買寵物 因為現在很多其實 你去認養種族之家 或是去認養 其實他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很多的選擇 那我覺得你不如 把你的愛心去直接去認養 而不要去購買 是 那你有幫他寵物溝通過嗎 我那時候其實剛回來的時候 因為他 因為你知道認養的狗 跟一般 就是從小你養他的那個 是不太一樣 那他其實剛回來的時候 他是比較膽怯 然後就比較膽小 常常會自己就是 窩在那個 房子的那個角落那邊 那你就會覺得 他是不是心裡面有什麼障礙 或是說他在害怕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後來 剛好朋友有一個 他就介紹一個寵物溝通師 我就讓他去溝通一下 然後說看他是不是 會害怕這個環境 還是說他有什麼東西 是我能夠去幫助他的 結果後來他就說 那個寵物溝通師這樣跟我講 他說他為什麼 他在溝通當中 腦海中一直浮現很多食物 那我想說 那是浮現什麼樣的食物 他說有點像蛋 還有炒蛋什麼之類的 我想說 那時候我心裡面想說 也太準了吧 因為他超愛吃我炒的蛋 因為我都煮仙食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那時候一講說 我嚇到 我就覺得還蠻準 然後他說可能 他覺得來這邊 他不熟悉 然後他需要點時間適應 他說就是慢慢的 你跟他相處多 其實他就會習慣了 但你現在好像聽說 沒有跟他住在一起 因為我實在 後來實在是因為 你看我們又拍戲 然後又要出外景 真的是太忙 你說拍戲也帶他 其實真的就過分了 而且拍戲的環境 人比較多 那他看到人多的時候 他會更害怕 就害怕人群 所以後來我就想一想說 那這樣子 我就是跟我朋友商量 我說不然這樣 你看能不能幫我養 然後他回去養了一個禮拜之後 因為他有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每天輪流抱著他 因為我記得我送去他家的時候 差不多是3.5公斤 現在被他們照顧到 現在4點多公斤 講得好耶 對對對 那我看就是 因為我有看照片嘛 然後就是他女兒跟他玩的那個狀況 我覺得非常好 那互動也不錯 那就是他們也很喜歡 那我就想說 那這樣可以放心放在他們家 對 對啊 對 因為我常常覺得我們的工作 真的不太 所以說好像楊蟲有點辛苦 很辛苦很麻煩 很辛苦很麻煩 對 主要是因為我不想要送到旅館去 因為我覺得人家會寄輸在旅館 因為要錢 對 應該是 主要是因為旅館蠻貴的 不是 蠻貴的 沒有 因為你不知道 這環境到底 對啊 很難說 環境其實我都有去看過 我不會覺得不OK 是因為 就是貴嘛 不要這樣講 是很貴 沒有啦 其實真的有的真的蠻貴 因為之前他帶回來 他其實都不太叫 但後來我送他開始去洗澡 再回來之後 我就發現到他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變得比較 以前比如說門口有人 有一點聲音 他是坐在那邊乖乖的 可是現在門口有一點聲音 他就開始 就開始變得 容易緊張了 變得比較躁鬱 然後變得比較緊張 然後變得比較敏感 我覺得 今天從功能自在 我等一下可以問他們 他們是不是因為 去洗澡完之後 跟其他狗學壞了 他今天一定會有很多問題 對 不用花錢 不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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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他會幫你儲貨 好啦 慧如姐 我們家的狗狗叫雪寶 其實我家 雪寶 好 看一下 看一下就好 還要有食物 那毛修得好漂亮 我們家 因為雪納瑞的毛就是要修 不修的話 他就會像Q寶那樣 我們家有養三隻 然後他是其中一隻雪納瑞 他現在是五歲五個月 然後我還有另外兩隻蠟腸 一個是短毛蠟腸 一個是奶油蠟腸 三隻狗狗都是領養來的 的起源是因為其實我從小都有養狗 然後在牠之前呢 我養了也是一隻雪納瑞 然後養了17年後來過世了 然後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應該沒有辦法再養狗 對 通常都會這樣 對 可是後來經過一個禮拜 我每天晚上都以淚洗面 就是工作結束之後 夜深人靜就會一直想到 然後後來我才想說 我好像是不是應該要再養狗 可以就是讓我比較能夠趕快 回復這個平靜的心情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想要上那種領養的方式 結果我就上網去搜尋 跟雪納瑞有關的社團 就跳出牠 那時候才五個月而已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就是緣分 因為通常領養狗狗 都是年紀比較長這樣子 對 可是我又不想要這麼快 又要面臨生離死別 所以我就養了牠這樣子 其實我第一次接觸寵物溝通師的 印象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對寵物溝通這件事 也是半信半疑 為什麼那一次是怎麼樣 那一次就是之前養的那隻寵物 然後也是上節目的時候 說有寵物溝通 然後那一次我帶牠來的時候 節目上寵物溝通師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們家那隻寵物 就是上節目的時候 永遠都是屁股對著鏡頭 然後一直看著我這樣子 一整個節目都這樣 然後那個溝通師就說 牠其實現在在思考 牠的主人是誰 牠根本不認識你 怎麼可 這有點 妳知道我當下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妳的女生 妳的女生 很多把刀妳懂那種感覺 對啊 所以後來第一次接觸的 就是經驗不好 所以中間其實我一直都沒有想要 再去找寵物溝通師 天啊 我還是有找寵物溝通師 第二次有 第二次是因為我剛剛講 我們家另外一隻短毛蠟長的狗狗 因為牠很小 牠才四點多公斤 牠是迷你的 然後牠常常跟牠玩 然後都這樣扯扯扯扯 有一天回家的時候 我就發覺牠不能動 我就躲在牠的屋子裡 都不敢動 所以我就帶牠去看醫生 但是我真的看了很多的醫生 其實都找不出問題 然後我就想完了完了完了 後來我朋友就說 那妳要不要去問一下寵物溝通師 然後我就只好帶著 半信半疑 說好吧 可是我有不好的經驗 然後我就又再去接觸了 然後那個寵物溝通師 最主要是問那隻蠟長 重點是半個小時的 我們的談話當中 牠都沒有說出 那隻蠟長現在身體不舒服 因為時間還沒到 牠就說那要不要 順便問一下你們家兩隻狗 我就問了牠 但是在牠身上 就得到了一個 讓我覺得很驚訝的答案 因為其實我對寵物溝通師 半信半疑 所以我都沒有跟牠講說 我要問什麼問題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問學寶 我說要不然 你跟牠溝通到什麼 你跟我講好了這樣 牠就說 嗯 學寶有說 牠說牠很疑惑 牠就說 牠就說 你們是不是有一隻狗狗 是在牠之後才來的 我說對 我說另外兩隻都是 牠就說 你就跟牠講說 之後會有一個弟弟要來 那你一定要好好照顧弟弟 你不可以欺負牠 你知道嗎 你要好好照顧弟弟 牠就這樣跟我講 他說學寶這樣跟牠說 我那時候真的是雞皮疙瘩 我那時候真的是雞皮疙瘩 就像簡直講 是因為牠覺得很帥 牠覺得很帥 牠覺得很帥 對 牠覺得很帥 然後牠要狩獵 牠就是會在我們家玩蟑螂 然後玩老鼠這樣 而且牠曾經把蟑螂老鼠放到我的床上 當作禁貢的中央 對 對 之後會有一個弟弟要來 那你一定要好好照顧弟弟 你不可以欺負牠 你知道嗎 你要好好照顧弟弟 牠就這樣跟我講 他說學寶這樣跟牠說 我那時候真的是雞皮疙瘩 大家都起來了 因為我真的有跟學寶 嘟嘟要來的時候 就是那隻短蠟是公的 要來的時候我只有跟牠 每天都跟牠說 我跟你講會有一隻 弟弟要來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牠 拜託你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牠 因為牠比你還小 然後你一定要好好照顧牠 真的每天都這樣跟牠講 天啊 這聽到會呜呜呜 對 然後牠就說 牠心裡很疑惑說 我知道你跟我講要照顧牠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照顧牠 所以牠說 牠只能每天坐在旁邊這樣看著牠 好可怕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好像很準這樣子 所以我就後來 對寵物溝通師這件事情 才會有覺得說 牠還是會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得到我們的慰藉 對不對 好 等會兒都可以來問一下 那蔡翔介紹一下你們家的貓咪 我家的貓咪牠叫Viso 然後牠今年已經六歲 但其實我家是一個動物園 就是我除了養牠 我還有再養一隻狗跟一隻貓 然後還有 兔子跟刺蝟 對 會養超多 對 會養超多 然後我會想要 我先把牠放回去好了 因為現場狗多牠會緊張 對 然後我養那麼多就是 因為就是無聊 然後生活沒有其他的樂趣 所以就養了很多動物 然後我之前有做過蟲物溝通 每一隻都做過 然後我今天會選擇帶Viso來 是因為我還是有一些疑惑沒有解決 牠不喜歡給我剪指甲 就牠會把我的手都抓傷 然後我的腿都是傷 真的 妳真的手這樣都是傷 對 我手都傷 就是牠咬的這樣 不要看牠剛剛好像很乖 牠其實很壞 就不想剪指甲 是因為牠覺得很帥 牠覺得牠指甲很帥 對 牠覺得很帥 然後牠要狩獵 然後我就 對 牠很愛狩獵 牠就是會在我們家 玩蟑螂 然後玩老鼠這樣子 而且牠曾經把蟑螂 老鼠放到我的床上 當作禁貢的東西這樣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講得蠻準的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對寵物溝通還蠻相信的 但是因為妳本身是台大獸醫的背景 對啊 那會跟妳原本的學習 跟後面的認知會有點衝突嗎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溝通 跟那個醫學是可以互相驗證的 就有些人牠會 因為牠家動物生病了 然後可能去做一些很長期的治療 那牠可能 主人會想要知道說 我對你做這個治療 你會不會 會不會怪我 或者是你會不會覺得 還是我們病重了 你決定好你要離開了嗎 這種很多這種私密的問題 是醫生沒有辦法解決的 然後他們就會去尋找 寵物溝通的那個解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 就是撫慰到主人的心情 還是要先問木橋 對 你介紹一下你們家的 牠是睡著的 Kiki 對 牠是Kiki 是兩歲半的雞娃娃 好可愛 年輕 牠真的沒有做過動物溝通 對 牠沒有動物溝通過 但是就是牠是我媽媽帶回來的 因為牠前一隻狗狗也是雞娃娃 然後長得也是牠這樣 就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一過世的時候 媽媽有點為了 為了平緩心情 然後又找了一隻 跟牠長得一模一樣的雞娃娃來 你是黃宇老師的徒弟 最近還發行了這個單曲 對 我的新單曲 介紹一下 叫做FOG 然後在9月13日 已經上架各大串流平台 然後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看MV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這個歌其實是在講 就是我媽對我的情緒勒索的故事 讓我覺得受不了 然後就寫了這首歌這樣 好酷喔 我是自己寫的歌 對 自己寫自己編曲 那木橋今天想要嘗試 動物溝通的原因是 是因為就是 就是在 在4月的時候 我媽媽因為那個 太魯閣的事件 就是過世這樣 然後就是 這隻狗狗就因為 我覺得有點 感覺有點 因為媽媽可能走了 然後我覺得 他的性情就有點改變 就之前 變成怎麼樣 他之前不太會 就像我們現在 如果要開門 要出門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突然一個狂叫 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就很緊張很敏感 或是只要有人一站起來 然後他也會變得很緊張 然後很兇這樣 他原本跟媽媽是好 感情很好 對啊 因為就是媽媽帶他回來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的心情也是 還不太能接受下一隻狗狗 所以 是 那個時候都是媽媽 花很多心力在照顧牠 就主要是媽媽在陪伴牠 今天這個 剛好是機會也滿難得的 剛好可以一起來聊聊這樣子 好 想要請問一下 三位動物溝通師 有沒有客人就是 就是百雲來踢館 他就是不相信你 這種要不要怎麼處理 黃老師 我覺得其實我們的工作 它是一個透過大量感覺的工作 但是感覺是會出錯的 可是說這個錯誤程度 到底要到多少 我們才可以覺得是好的 而且是覺得可以接受 其實我們的錯誤率 大概如果我們有在職業的話 大概二到三成是可以被接受 意思是我們的精準度 應該要達到比方說七八成 那有一些溝通師 他可以達到 確實就是 像剛剛各位說 他可以達到很高的程度 可能九成 甚至是百分之百 那有時候就是 要看我們身心狀態好不好 我們如果 像參加節目 我們過度緊張 或是壓力太大 我們也會影響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自己 本身在進行這個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內心的穩定度 要滿高 我覺得溝通師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 心理素質 如果我這樣講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 我們不是做這行業 對 因為我上次去做溝通完之後 我甚至覺得 老師是不是都可以通 你們算通靈嗎 你說得對 但也可以說一半對 因為說動物溝通 我們其實有不同的進行的方式 有一些動物溝通 它確實就是真的是通靈 我們俗稱就講 比較專業學術來講好了 可是它就是透過 可能另外一個高等能力 比方說神佛 那西方也許他們的稱呼 就是什麼天使等等 它是透過另外一個高等的靈體 來得知動物的訊息 有一些它不是 像我們多數其實不是 我們是採取直接的 就是我們透過後天的訓練 訓練我們的直覺力 或者是我們對於感知能力 感知能力就是超越我們的 五官的感覺 超越五感 然後去感受得到 比方說它內心的感覺 或者是一些畫面 因為其實通常都是 訊息都是砰到我們的腦海 有時候那個訊息畫面 其實是很短 可能零點零幾秒 有時候並不是很清楚 那我們其實必須要一直實戰 要一直去驗證 不斷地去提升我們的精確度 好神奇 很神奇 這真的滿不錯 這位老師有沒有比較 印象深刻的溝通的案件 其實我之前有溝通過一隻狗狗 然後它應該是之前有流浪過 那四祖來尋求溝通的時候 我那時候一直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有一個男性的角色 然後它會一直罵那個狗狗 感覺對那個狗狗是比較嚴厲的 那因為我的視角 就是狗狗的視角 我就這樣看著它 就覺得它好像很兇這樣子一直在罵 然後我在跟四祖會談的時候 我就有提到這件事情 那那個時候四祖他才跟我說 他就說 其實他因為私人的關係 他就是要到外縣市 所以他沒有辦法把狗狗帶去 然後他就把這個狗狗呢 拖給他的一個男性的親戚照顧 那確實這個親戚 他對狗狗就是屬於那種嚴厲管教 可是他其實是很愛那個狗狗的 那其實我在跟他溝通的時候 狗狗也有讓我感覺就是 那個人不是壞人 就是雖然一直罵他 但是他不是壞人 對 然後我們在會談的時候 狗狗就有問啊 他就說他想知道他什麼時候 才可以再回到那個四祖的身邊 然後四祖他就跟我講說 他真的滿抱歉的 因為他接下來要再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 對 所以他可能 就是回來看狗狗的機會會更少 那當他講到這邊的時候 我突然就是眼淚一直掉一直掉 就是我自己完全沒有辦法控制 就妳跟那個狗狗已經連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當下其實我有點嚇到 因為我從來沒有這種狀況 我會感受到動物的感覺 但是沒有這麼明確的就是 對 在我的身上 牠就是一直流一直流 然後在那個當下我就知道那個眼淚不是我的 因為我的情緒其實還滿平靜 可是我覺得更神奇的是 就是眼淚大概掉了幾秒鐘之後啊 突然間就瞬間收乾了 然後狗狗他就跟我說 就是我雖然很需要那個 原來這個四祖的陪伴 但是我也不想造成家人的困擾 這麼懂事 對 然後他還反過來安慰那個四祖 他就說其實我現在在這邊過得很棒 然後現在的這個主人 他也會騎摩托車帶我去兜風 然後也會照顧我的三餐啊 然後就是他其實就覺得 他已經很滿足了這樣子 所以其實聽他講到這邊的時候 我覺得很心疼 但是其實每次在動物溝通的時候 也都可以在動物身上就是學到一些什麼 對 那其實這個案例他就讓我 我覺得支持我往後 每次我只要比較沮喪的時候 或者是覺得自己好像不太順心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這隻狗狗說的話 然後我就會覺得 好像我們真的就是要常常看自己所擁有的 然後不要去看那一些你沒有的東西 然後當你看事情的角度改變之後 你的心情就會改變 然後心情一變 你的世界就會變得不一樣 可是我剛剛開場講的是真實的例子 就是我 我是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跟他男朋友住 然後他有一些人帶他的那個狗狗去寵物溝通 然後結果他這個寵物溝通 看到一個畫面是一個 另外一個姐姐 然後會欺負他 會捏他鼻子啊什麼什麼 然後寵物溝通時候把這故事講 就把事情跟那個女生講 然後女生回去質問他男朋友 就真的抓到他男朋友出入 就他帶了另外那個女生回來 就是會欺負這隻狗狗 那你們會不會有時候看到一些 其實不能講的畫面會嗎 很多時候確實會出現一些畫面 那這些畫面其實是閃過去的 那其實 所以你有時候會看到 四組的裸體會這樣講 你會看到也不能講是吧 不會 但是我有一個案例 是跟你剛才分享的案例 是有點像的 就是狗狗也是一樣快要臨終 然後來找我溝通 那在溝通的過程裡面 我確實是看到他的男朋友 有在打狗的頭 但是因為那個當下 因為他們其實那個時候 有在討論說 這個狗狗後續 是不是需要到癌症的手術 包含放射治療 那其實他們也有顧慮到 所謂的費用 因為確實進入到癌症之後 沒有健保 對 費用會很高 那其實我在那個當下 我是跟四組女生 女生在做電話的溝通 那在旁邊我聽到男生的聲音 那我也有跟這一個女生講說 這個狗狗有跟我講說 牠不願意安樂死 然後牠說 那牠知道牠怎麼了嗎 我說牠 牠說牠知道 而且牠身體不是很舒服 然後牠說 那請問一下就是 牠在家裡跟我男朋友相處 狀況怎麼樣 對 那其實在那個當下 我是有點掙扎 該不該說 因為我怕就是 牠如果出去外面上班了 反而這個狗狗有可能 會受到更多的虐待 因為牠已經癌磨了 對 所以當下我是有 用比較婉轉的方式 是跟牠講說 這隻狗狗有跟我提到就是說 牠跟你男朋友的關係 比較沒有那麼的親近 其實牠會希望你出門之後 可以趕快回家 這個真的是很懸 懸 懸 牠對國賢哥有愛嗎 不好回答嗎 就是 就是很可愛的 當我跟牠提到國賢哥的時候 我覺得牠整個就是出現了很多的粉紅泡泡 好 我們今天既然現場就有 又有四組 又有寵物 又有老師 我們就來試看看好不好 郭賢哥 你可以找一個老師來溝通一下 跟Q寶溝通 跟Q寶溝通嗎 對 那我想找那個服裝跟我相近的 比他老師 誰 誰跟妳相近 你哪有相近 你們都穿 你們都穿長外套 好 可以 對吧 反正比他老師 對 然後我這邊想說 問問老師就是說 因為牠其實以前就是 比較是比較安靜 比較羞澀 然後後來變得就是 就是我送你洗澡 我剛剛有講過 牠回來之後就變得比較神經質 然後會變得比較 開始會 比較會叫 因為牠以前其實都不叫的 是不是牠有被影響到 受了別的狗的影響 其實 其實我覺得 是牠自己本身就是牠好像 有一點 會 現在比較沒有安全感一點 我覺得可能是不是牠之前跟你 就是黏在一起的時間更多 那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在牠開始比較敏感的時候 是不是牠有時候會 比較常不在你身邊或怎麼樣 因為我感覺到牠就是 牠的敏感是 牠對於一種不確定的聲音 就是牠如果好像聽到門外面有奇怪的聲音 牠就會有一點緊張 然後牠就會 就會有一種防禦的感覺 就會要吠叫這樣子 可能多少會有一點模仿的狀態 但是以牠傳達出來的資訊 我覺得模仿的成分沒有那麼高 對 那牠喜歡我洗還是給寸物店洗 其實牠也不排斥送出去外面洗 對 你送出去洗的地方 牠其實也不討厭 那牠對國賢哥有愛嗎 這個問題我覺得非常 超級可愛 不好回答 就是 不是 超級可愛的 當我跟牠提到國賢哥的時候 我覺得牠整個就是出現了很多的粉紅泡泡 戀愛感 對 然後 是戀愛的粉紅泡泡嗎 對 真的 就是牠感覺牠就是真的很愛很愛 然後 牠對你沒有那種爸爸的感覺 就是 我也沒有當牠是女兒的感覺 對 牠對你是那種有一點 互相依賴 然後有一種陪伴 我覺得牠比較把你當成像伴侶 或是朋友這樣子的關係 對 反而比較沒有當成爸爸這樣子 等於牠把我當公狗的意思 對 應該也沒有 沒有 那就好 對 但是就是牠真的 就是很愛你很愛你 非常愛你 真好 因為我後來也發現一個問題是說 嗯 因為我其實我不太使用那個牽繩 所以我帶牠都會去一些比較 比如說公園啊 或是一些比較沒有車的地方 因為怕牠亂衝 可是牠常常每次一出去啊 牠就會很 比在家裡興奮很多 然後會到處亂衝亂跑 然後變成 比如說在家裡好了 我叫牠過來 過來 牠就過來 然後我再坐在沙發 過來 牠就靠近沙發 然後我就把牠抱上來 可是一到外面去 怎麼叫牠 牠不理你耶 因為我也不喜歡給牠籠子 所以我根本 牠帶回來我籠子 我根本沒有買過 因為我覺得說 牠們跟人一樣 就是要有一個自由活動的空間 然後出 因為所以在家裡面 牠隨便走動 我除了不讓牠上我床小便之外 我其他都讓牠去跑 所以到外面我覺得也是一樣就是說 一定要找一個非常安全的空間給牠 只是說牠 那個不受控的狀況 在外面很嚴重是為什麼 首先我想先跟你確認一個畫面 就是你是不是帶牠出門的時候 你會這樣子單手把牠抱著 然後出去之後 你不會讓牠在地上走 到定點之後你才會放下來 對 對 其實牠 因為而且你好像 牠不是每天固定時間出去外面 因為我的時間都不固定 牠怎麼固定 對 就是 牠跟著我做洗手 對 牠出去外面 牠真的會非常非常興奮 然後 我覺得牠是因為 完完全全地信任你 對 然後所以牠在外面有時候 牠會覺得 牠還想要再多玩一下 或者是 真的 真的 就是想要任性一下 真的 牠甚至覺得 你在叫牠的時候 牠覺得 我在此時此刻沒有回應你 也沒有關係 因為 你 安全感太夠 所以牠有點吃定你了 吃定我的感覺 對… 對… 對 牠有點吃定你了 對 但其實牠還是很乖 對 牠還是很乖 真的 現在看起來就是 蠻帶得出場面的感覺 對啊 那拍二樓你想要問什麼 我可以再問一個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 不用錢的 盡量問 可以 不要這樣子 不用問 之前朋友就是看到我 看到牠很可愛 都會送衣服給牠 然後就是買很多衣服 可是那有時候 牠們會給牠硬穿上去 可是 因為我其實我一直在想 就是很多寵物 我其實也看牠們都會穿衣服嘛 牠們真的喜歡 或是Q寶真的喜歡 就是 人家給牠穿衣服 Q寶覺得 有些可以 但是有些真的不行 怎樣的不行 很醜嗎 風格 不舒服吧 牠是不是有那一種就是 材質 蕾絲 對 有 那個脸我都很討厭 但我朋友很喜歡給牠穿 或者是什麼蕾絲裙 什麼 有 對 牠不喜歡這一種 牠覺得就是 如果你要幫我穿衣服 就要舒適的 然後有一點功能性的 純綿的嗎 那種 對 就是綿質 讓牠不要影響牠的行動 這樣 牠比較喜歡穿運動服 身體一點 純綿的運動服 對 但是如果是那種 純粹造型的 牠不太理解 牠覺得如果你想幫牠穿 舒適OK OK 保暖舒適的 對 吊嘎OK嗎 吊嘎應該也可以 好可愛 吊嘎 好 保暖舒適嗎 OK OK 謝謝 感謝 感謝Vita老師 慧如覺得 我想要請問Lillian老師 好 對 因為學寶 她很愛說話 但是因為我從把牠帶回家裡 就發現一件事情 牠好像很怕小孩 牠怕的程度是 哪怕現在環境裡沒看到小孩 但牠在門口有講話 牠都不行 牠就會一直叫 然後牠會嚴重到 有時候會這樣 手爪都會這樣 就是原則是牠看到小孩 就是完全無法受控 會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很害怕 然後全身很緊繃 所以我剛剛經過牠叫 之前牠覺得我身交是小孩 對 我趕快要講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牠小孩會分 那種真的很小 牠完全受不了 就如果我帶牠下去散步 在公園遠處很遠 就會看到媽媽帶很小的小孩 牠就已經 就已經開始在準備了 寶寶可以嗎 寶寶OK 就是那種 會走路的小孩 會走路的小孩 但是如果是國小三四年級 就是正常可以正常走路 不會突然那種的 牠都沒有關係 但是牠是嚴重到 就是連聲音都不行 所以我變成帶牠去餐廳 會很痛苦 就是沒有小孩 牠都很安定 可是就是你明明就是 坐很遠外面有小孩 一進來 牠只要聽到小孩的聲音 牠就開始不行了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 這個聲音 牠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對 好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先跟你介紹 就是大概跟你講解一下 就是 就是學寶牠是一個很聰明的小孩 但是同時牠也是有點膽小 那牠其實也有跟我闡述過說 牠在家裡面 牠是最聰明的那一隻 然後再來就是說 牠會覺得就是 我就是必須要受到保護比較多 那其實牠在你的身邊 其實牠是非常的有安全感的 那有一個畫面是說 牠是告訴我說 其實小朋友的聲音 對牠而言是尖銳的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一個畫面就是 因為小朋友的高度跟牠的高度 差不多高的時候 牠就會覺得有壓迫感 牠就是會覺得就是有一種壓迫的感覺 其實牠會想要趕快跑走 尤其是大概 我看了一下 牠有給我的畫面是 大概會高牠兩個頭左右的那個高度 尤其是小朋友 還會在後面跑的那一種 牠會更怕 對 牠很怕小朋友在後面追牠 那柳哥你是不是高牠兩個頭 你剛剛 對 牠坐比較高 對 對 所以牠不敢背面 所以說寧願我正面跟你平衡 對 牠都會正面跟你 因為牠一直看著你 對 沒事你抓好了 好 牠有 薛寶牠是一個 真的就是像慧如姐說的 牠是一個真的還蠻愛聊天的孩子 其實牠給我了非常多的文字的訊息 就是包含了廚房的顏色 我看到顏色大概 你的擺設是喜歡淡色性的擺設 比較多 然後再來就是牠也有告訴我說 家裡面的另外兩隻寶貝動作比較慢 每次我都要等牠們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再來就是牠覺得就是說 牠是非常討你歡心的那一隻狗狗 對 然後牠其中 誰跟你說的 牠其中牠也有跟我講到一句話 就是說 牠請我特別要跟你說 牠說 媽媽對我們的愛是一樣的 媽媽常常告訴我們 要放心不用害怕 你會好好照顧牠們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比媽媽還要勇敢 哇塞 是媽媽在家會偷哭嗎 對 真的喔 不是因為我會很擔心牠們的所有事情 然後譬如說牠現在才五歲 我就會 我會常常會跟牠們想說 怎麼辦 妳已經五歲了 再來妳就要十歲了 再來就十五歲了 怎麼辦 我很怕妳要離開我的那一個 想蠢的人就是會這樣子 很怕 因為就是經歷過太多了 然後就很怕 然後我就會說 沒有關係 妳老了都沒有關係 但不要有病痛 就是有病痛 我除了能夠花錢讓妳看醫生 我好像什麼事情也幫不到她 我媽媽如果常這樣跟我講 會覺得真的很煩 對啊 就是 如果說很輕鬆 就覺得妳老婆 對 對 會有這種壓力是不是 對 所以可能這樣 勇敢 蠻準的 對 會發現就是媽媽不在之後 其實她 比較常自己一個人待著 我會想說 所以要去摸她 然後她都會很久 如果可以的話 她其實也很渴望 出現的是媽媽 那接下來 蔡翔妳要來溝通一下 我問一下黃老師好了 因為我剛剛就講 她很喜歡送她的禮物給我 然後我想 就是請老師跟她說 那禮物就她自己留著就好 不用送給我 對 就是蟑螂跟老鼠 蟑螂跟老鼠 你們這樣怎麼會有老鼠 你們現在現在找到老鼠 因為她去外面 對 她有時候會偷跑出去 然後這也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她太愛偷跑出去了 可是她我覺得偷跑出去 就很危險 你有時候會有車子或什麼 而且她有一次是去外面 跟別隻野貓打架 她打到她要去開刀 輕創 那我就覺得天哪 到底是怎麼樣 臭貓咪 所以我就很想跟老師講說 可不可以就是麻煩一下 因為她很喜歡出去 所以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牽牽繩帶你出去 她又不要 她看到牽繩她會整個跑掉這樣子 黃老師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Riso她是一隻很棒的貓咪 就是如果有養貓咪的人 會覺得她很療癒 因為她性情很親人 然後她又很撒嬌 然後其實我在跟她互動 或溝通的畫面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 蔡翔就是她有一些 比方說躺在沙發上 然後那隻貓她就會躺在她的胸前 對 那感覺其實是你們兩個人很親密 那因為其實她是一隻狩獵本來很強的貓咪 你剛剛已經有說她會打獵給你 對 那其實對她來講就是說 在 比方說如果你有給她玩具的話 你想要替代的話 其實是無法的 沒錯 我已經買了超多玩具 對 你買很多 她其實並不感性 除非你稍微動動她 好像有一點互動 可是對她來講 其實那病 沒有辦法滿足她內心的慾望 所以如果 你希望她不要出門 那你就要把所有的家門 或包含紗窗都要關起來 對 對 因為不然她真的會出去打擂台 不然你就要把你自己 你自己把自己家鋪住成一個狩獵場 就是很多小動物可以讓她逃 對啊 冬白其實比倒數 我上次才在那個 吃鳳梨的時候 然後咬到一顆蟑螂蛋 我真的有 我真的有一陣子 妳的環境要不要注意一下 我帶了她 然後想說複製一個 就是有點滿髒亂的環境給她 因為 可是她就是很喜歡去打獵 但是後來 就害到我自己 我就覺得 算了 我們還是除一下蟲這樣 喔 她原本還想要試圖讓她 嫁給髒亂的口感 真的 她為什麼不喜歡牽牽神出去 因為她是貓 對啊 可是貓都不太喜歡 對啊 大部分貓很喜歡 對 其實 不喜歡真的很不舒服這樣嗎 不是 因為她並不希望你 如果你真的要帶她出去 她並不喜歡跟你一起 她比較喜歡 自由的行動 喔 對 然後 然後 對 對 她想去的地方不一定你想去 她都在車底下 對啊 對啊 很準 她都在車底下 對 然後她也比較就是 然後其實她有一個部分就是想要告訴你 就是說 因為妳剛剛有講妳養了很多動物 對 然後其實她對有白色的動物 對 我以為 兔子 貓咪跟狗狗都白色的 對 然後就是 對 但是她對於貓咪是OK的 可是她會覺得妳有一點點 有時候會有一點忽略她 因為妳可能覺得她獨立 可是其實她會覺得妳 把很多的重金都放在那隻白狗上 對 因為白狗要散步 就是每天早晚要去遛狗 然後可能我帶她出去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 媽媽又出去了 沒有我這樣 她把她那個牽繩弄得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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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就自己亂走 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放飛自由跟你這樣豎著她 感覺是不一樣的 那她會想要自己放飛嗎 如果可以有機會她真的會出去 她真的是找到一個裂縫 就是那個我們一開門 然後她就衝出去了 她就會衝出去了 因為妳絕對不能有任何的縫隙 對 有感覺到或是可以 她真的就會動腦筋 妳可能感覺到說她 如果放飛的話 她自己出去 她會回來嗎 那幾天之後再回來 她會回來 她會回來 她會自己回來 可是 很危險 可以省飼料費是不是 對 可以打架 這樣妳真的奇怪撐王 可是會有原料費 因為有可能回來輸 太大度全身是傷 今天要訓練讓她打贏 對啊 一定要被別人吃 對 我真的有陪有的是貓 是她就是會偷跑出去 然後她在外面 自己有認了一個主人家 就她等於自己有兩個主人家這樣子 就很妙 對 都會去那裡吃東西 對 因為她怎麼會知道 是因為那個貓有一次回來 身上有紙條 就說我們是她另外一個主人 對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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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吃 對 然後接下來木曉 妳從來沒有做過寵物溝通 對 妳想要請哪一位老師進行溝通 想請黃老師 老師妳有跟我們稍微溝通 她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 Kiki給我的感覺是 她是一個蠻黏人的狗狗 她其實會喜歡跟著人 那其實多數的狗狗都會有這樣的現象 然後因為其實我自己老家也是養吉娃娃 所以其實我對於吉娃娃有一種 鍾情的感覺 那她確實蠻特別是她有時候會 就是她雖然坐在沙發上 可是她會對於會動的 比方說風或門 她會有一種 極度敏感的感覺 對 然後我也會覺得說 有時候像我在跟她互動的時候 其實有聽到唱歌的聲音 而且我並不知道 我原本並不知道她是一位歌手 然後但是那個聲音 我不覺得好像是在現場Live 就是好像有點 我的聲音聽覺得有點悶住的感覺 可是我知道有人在唱歌 那種感覺 然後其實媽媽在離開之後 對於她來講 其實是一個蠻失落的 因為其實對她來講比較不像 因為對我們來講我們會知道 比方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對於Kiki來講 她有一種不告而別的感覺 對她來說 所以對於她來講不告而別 那之後媽媽不見了或不在了 還是她怎麼樣離開 其實沒有人告訴她 然後你們會有 比方說你或者是也許其他的家人 可是其實我比較多感受得到 是她跟木橋 然後可能是你爸爸 可是我其實覺得媽媽在的時候 以前我比較沒有感受到爸爸 對 媽媽走了之後 爸爸才回來跟我們一起住 對 然後爸爸的畫面雖然有 可是我還是會覺得說 她其實是很想念媽媽的 那種心情是很強烈的 對 那有什麼辦法 讓她跟她溝通 其實因為我對於木橋 並沒有很了解 可是我在溝通的時候 我其實是可以感覺到 你們兩個性情歌性有點接近 那我跟Kiki嗎 對 你們也比較敏感 然後比較敏銳 我也可以這樣說 就是然後對媽媽離開 其實你也是很受傷的 那同感就是同樣的感覺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你會唱歌 她也聽得見 那我會建議你 試著再做一個歌曲 送給她 送給她 對 她會聽得到 輕快一點 療癒她的心 就是讓她知道 你跟她同在 那媽媽的靈魂 很多的東西其實雖然我們見不到 因為其實我可以感覺到 有時候她在家裡面 她會尋找媽媽的身影或感覺 那我比較清晰的畫面 是她們家的空間 然後她們的廁所 她們廁所是那種小瓷磚的 然後門簾是比較長的 然後藍色的 對嗎 對 然後媽媽在生氣人的時候 會有那個廚房 她在做菜 然後她也 她們也會很喜歡 給她吃一些人吃的食物 對 然後媽媽其實 就是都會跟她 永遠在一起 然後你也會發現 就是媽媽不在之後 其實她 比較常自己一個人待著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比方說自己在沙發 如果你們沒有陪她主動的話 有耶 她自己在她的窩裡 然後很兇 我會想說她 就是要去摸她 然後她就會很兇這樣 對 她其實很希望 或很渴望是媽媽 換一... 所以她不想要我去摸她 想要我媽去摸她 因為你是替代媽媽的 角色的位置 你懂嗎 對她來說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她其實很渴望 出現的是媽媽 但是 有困難 所以... 她會帶著媽媽的... 照片嗎 嗯... 不一樣 不一樣 對 不一樣 那時間久了可以改變嗎 時間久了 當然她有可能 就慢慢地遺忘 就心裡面 對於這個人的一些記憶或回憶 那媽媽不在 其實在家庭裡面 其實本身我們就會去自動地補母親的位置 那我會覺得當然本來就需要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可以試著告訴她 對 那我在講的時候 其實我會希望你同意我的內容 因為其實這段我並沒有跟你討論過 嗯... 對... 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嗎 她現在直接來跟她說 可以啊... 可以啊... 那我會把這話告訴你 那如果你同意我才會告訴她 好不好 嗯... 嗯... 比方說我會試著想告訴她說 欸Kiki 其實媽媽 她並不是突然不告而別 如果可以的話 她也很想跟你說再見 只是她不願意 那有時候你可能會在家裡面搜尋她的聲音 比方她的廚房或廁所 比較明顯的地方 其實床她並沒有 嗯... 對... 比較是在床邊 她在試著看門口 媽媽會不會進來 嗯...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媽媽可能沒有辦法回來 可是你會很努力照顧她 包含邀請爸爸回來 然後會給她好吃的 然後可以一起想念媽媽 你覺得這樣好嗎 好啊 可以嗎 好啊 對... 希望她也可以信你趕快 好起來 像你一樣 其實不容易好 因為就是有一個洞 對 Kiki是這樣子的 嗯... 如果可以的話 木橋她會很用心地照顧你 你應該能夠感覺得到 還有爸爸一起 那... 你所搜尋的那些位置 你可能真的覺得媽媽真的不在嗎 那... 媽媽並不願意這樣 可以的話 她一定會回來看你 你看過她 感覺到她不是嗎 那... 未來的路 她們會試著 給你好吃的 有時候便當可以給她吃一下 她可以...她喜歡 然後... 她們會很用心地照顧你 也希望在這段日子裡 你好好的這樣子 OK 好 透過寵物溝通 有些時候是... 真的是... 因為... 我們這麼愛我們的寵物 但是... 我們有些時候沒有辦法跟她溝通 所以... 透過老師好像可以有一些幫助 但是如果提醒一下 如果你們這個狗狗 媽媽真的不舒服的時候 看醫生也是很重要的好不好 也是記得要做這麼做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在安撫四族的情緒 是... 所以今天真的很謝謝各位 分享你們的寵物 還有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 謝謝... 更多的精彩內容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Facebook還有YouTube頻道 我這麼可愛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